就可能会摔断腿。 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。 真我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, 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坏时, 真我灵性若不得正门而出, 被迫令寻旁门。 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。 这也造治了死后的痛苦与不安。 因此,我们可以发现到, 绝大多数的人临终时, 其肉体皆现现山将病恐惧无助。 与挣扎之相, 求道就是开启我们的生来死去之正门, 也就是通天大度。 因此,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道。 求得三宝。 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, 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我。 认识我自己身上的道, 自然能以良心作为待人物之准则。